这台车刚到店的时候收购顾问很得意的跟我说 他收了一台国产的DBX 可体验完 我觉得阿斯顿马丁才造不出那么天马行空的车子来 智己LS7 这车在很多地方都冲击到我了 这是一台2023年7月28号上牌的智己LS7 23款90kWh Elite后驱版 加了四门电锡目前跑了3500公里 别问为什么上牌一个月就卖掉 问就是前置如细心研究 反正不可能是自己来二手市场刷销量 因为名字里写着了 所以这车真就配备了一块90度电的大电池 ZLTC的续航在602公里 我们实测下来 百公里电号稳定在18到19度之间 不开空调 说不定还能再降一度的电号 那毛咕咕这车就是500公里的实际续航了 不过只是聊三电系统的话 那我们还真是低估了这台车的强大战力 实际上自己在这台车上充分释放想象力 它各方各面的体验 反正让我这个每年开上千台车的车贩子 都挺刷新认知的 首先啊 这车配备了一块大到夸张的天幕 简直就是给一台敞篷车装了玻璃顶 有两件事情大家可能很担心 一是这种暴露狂一样的结构会不会不安全 二是太阳直射脑顶 这个会不会很热 自己LS7使用了大量的热生银钢 很多地方的钢材抗拉强度达到了1500兆帕 这种强度那以前都是造潜艇的 放五年前啊 谁想用这样的钢材 那根本不是潜不潜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和能不能的问题 至于这个大玻璃顶 质挤的方案是多层动营玻璃 再加顶级的PVP夹层 隔热隔音还能防紫外线 现在很多车都配备了大连屏 质挤LS7也不能免俗 这套系统使用了高通815芯片 虽然大屏 但是流畅度无敌 而且不同主题 不同页面之间 也做了很多的动画效果 毕竟芯片比较给力啊 可以拼命的浪费算力 而有两个地方 让iOS7和其他的大屏外 有了区别 第一就是这个大连屏 是真连着的啊 主架和中间那是一体的屏幕 这个肯定是定制生产的 而奔驰翼那块大连屏 实际上是小屏幕连接的 中间用试板做了过度 第二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这个屏幕是能够下降的 降低到只有一半的高度 这样我们的视野 就会更加的宽广 主副架呢 也可以单独调节降低的高度 主架你叫你的 别影响我副架是看视频 而且降低高度之后 显示的内容也会做优化 切换时的动画效果 依然不会缺席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用蓝牙耳机 连接车机 这样副架可以一直看视频 而不用担心驾驶员分心了 不过为了视野 牺牲最大的肯定不是这个屏幕 显然必须只能肯定是方向盘 很多人会抱怨仪表很炫 但是方向盘碍事 反复调节还能遮挡时间 那自己索性就把制造烦恼的 那一部分给切掉了 学习一下Model S Play的 蛮好的 千万不要担心这玩意盘不顺手 实际上方向盘从左到右 有五个阻力点可以抓握 手感是很不错的 除非你故意松手 不然根本不会打花 座椅方面 LST前排头枕都能够垫调节 前后都有通风加热 记忆按摩 而且座椅上都带有独立的小喇叭 实现了人在车内 但是可以说悄悄话的神奇场景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 后排的真灵重力座椅 你一定要看看 我感觉整台车体验最好最好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启动这个功能 首先就是折叠副驾驶座椅 而且为了能够完全折叠座椅 LST连手套箱都给放弃了 你看这个副驾驶的导柜 那真是从头顶到尾 折叠完成之后 后排座椅就要开始变形了 打开角度在121度左右 特别的舒服 对不起 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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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舒服 对了 这个还有个一键闭嘴的功能 以前的车为什么没有这种功能呢 我觉得所有车都要装一个这个才好 所有的LST都标配了 英伟达的ORINX自动驾驶芯片 不过我们这台这是后驱版 头顶是没有激光雷达那个机脚的 所以能不能用满算力 我看有点悬 据上期的朋友说 自己现在的自动驾驶 不能说是L2.999吧 至少也是个996 只不过目前放出来的 不能算是满血版 不过即便是个测试的β残血版 我也是望洋心探 因为这玩意儿也是要先学习才能使用 但前车主显然不是个爱学习的人 我目前只能体验它的ACC和车道保持功能 再加一个自主编道 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尤其擅长规避从侧面突然插到你面前的车辆 让我觉得这车的视野是非常的宽的 而相比之下 有些车那真是目视前方 只能目视前方 旁边发生什么他都不管的 但有一点让我非常的不爽 就是通过Local的时候 他每次都果断让驾驶人接管 而且会大幅度的转动方向盘来告诉你 我有时候真搞不清楚 这是一种告知驾驶人的方式 还是因为他识别错了车道 这方面方面 这台车跑了3000多公里 肯定没什么值得说的 漆面玻璃配件骨架 都是完好无损的状态 7月28号才上的牌 即便是撞了 那也没时间修 那时所有的屏幕都带着厚厚的塑料膜 我手键撕了一个角落 看了一下 屏幕的实际效果呢 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好很多 现在呢 看起来不够亮 等您提车回下去 撕了膜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座椅皮革太软了 所以主驾驶的座椅有点显究 这也没有什么办法 为了屁股的享受 我们的眼睛就只能吃点亏了 后去的LS7 目前的售价是32.98个W 对不起 这个是新车的售价 我们这台超新的二手LS7 只要你25.98个W 远的咱不说 想想三年前 25万 你能买个啥 当然啊 你要说这车肯定哪里哪里有问题 所以才会3000公里跌7万 其实真不是啊 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卷成啥样了 特斯拉都不像了 前面这些车不多亏点 后面的车你说怎么卖 而且我还要说句心里话 就是看视频的各位老板 咱们即便不打算买自己 也要抓住机会体验体验 这车开一圈 至少家里那辆烧汽油的黄脸婆 那是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了 后面这个车发行